面對台灣的疫情啊 現在是持續嚴峻考驗著我們醫療體系 那各地也陸續傳出了許多的醫院 隔離病房不服使用 那麼今天指揮中心的副指揮官陳宗彥 他怎麼說 我們來聽 有關確診者解除隔離的作業 有跟地方政府做詳細的說明 只要確診者距離發病或採檢日 達10天以上 且PCR的檢測 Ct值超過30以上 那含30 可進行完成解隔離的程序 並自主健康管理7天 那為了要提升病床的周轉率 來提升 因為用這樣的一個可以來提升這個 病床的周轉率 那另外Ct值如果小於30 在前述的條件 那Ct值小於30 則入住集中檢疫場所 那另外今天指揮中心也會在另外在召開專家小組的會議 演繹一致的這個解隔公衛的模式 那這個可以有利於地方政府來遵循 那透過衛政單位來協助辦理 另外來看到指揮中心也針對了離島採檢放寬了相關的規定 那金門縣長楊振武他是感謝中央讓步 說在金門航空站的快篩站 今天中午就要正式啟用 馬上帶您來掌握 金門縣航站的快篩站設立的動線是這樣子 我們是採取志願快篩的服務 那採取分流的方式 以客進來之後 會進入採檢站 經過說明之後在報道處 填寫資料 填寫資料完了以後 進入採檢區作檢 代檢區編號 逐一核對身份 核對身份之後 在採檢處採檢 採檢完了以後 如果需要有洗手間會在那邊 那我們希望在40分鐘到60分鐘 把檢驗報告給旅客 以上報告 如果是偉陽 偉陽 透視一下怎麼處理 檢驗報告是陰性的部分就會進入 健康的自主管理的流程 至於是陽性的部分 就會透過我們金門縣政府的 119 送往金門醫院在座基地部的PCR確認 採檢人員 我們現在夠嗎 會透過醫護人員的協調來排班 我們國內的本土疫情持續的爆發 不論是每天新增的確診數 或是校正回歸的個案 都沒有降低的趨勢 對此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在今天上午的防疫會議當中 他就表示這個禮拜北市的確啊 這個確診數可能還會再更高 並且再次的呼籲政府 應該要儘快處理好疫苗的事情 否則以現在疫情的發展趨勢 沒有辦法撐到8月 所以柯文哲已經提出了示警 另外我們要來看到 台北市政府發言人陳戰 他表示到昨天下午為止 其實衛生局只剩下了兩瓶 也分配給醫院了 而新的41萬劑的AZ疫苗 北市分配到了2200瓶 但是衛生局認為至少是要有3400瓶 才足夠 那疫苗短缺 這一批41萬劑的疫苗 中央目前預計要分配給台北市 是兩萬兩千劑 也就是2200瓶 但是根據我們衛生局的統計 至少要34000劑才夠 所以看得出來還是非常的短缺 到昨天5月26號為止 台北市衛生局手上的疫苗 只剩下兩瓶 到下午的時候 這兩瓶的疫苗 也全部都分配給醫院施打了 也就是說現在台北市的衛生局 這邊所能夠掌控的疫苗 已經是一平不勝 而至於其他的醫療運所 台北市之前就已經有10家醫院 把疫苗全部都打完 他們希望能夠再跟衛生局來申請 也沒有疫苗可以施打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時候 中央不要再玩弄這種文字的遊戲 還有數字的遊戲 企圖來混淆市庭 所以現在我們台灣真的是缺疫苗 而且我們的接種率真的是全世界的末段斑 但是現在有人跳出來了 曝光好像有一些黨內疫苗的內幕 我們現在看到了神父熊他怎麼說呢 他說目前其實起碼有20個管道毛遂自建 來推薦BNT輝瑞疫苗 那可能就是透過一些非政府組織的管道引進 雖然這之中可能會參雜一些賣假貨 或是過期貨 但是就他所知 起碼是有一半是可以用的 而且呢 價格是比當初啊 林全要賣給東洋還要便宜 而且是不需要經過上海復興醫藥 所以等於你簽了約之後 20天你就可以拿到貨了 就可以來打疫苗了 另外郭正亮他也跳出來說了 他說日本其實最近 他們是突然決定不打AZ疫苗了 所以他們手上的1.21劑的AZ疫苗 現在要全部轉賣給發展中國家 那有沒有包含台灣 這個就很難說了 但是另外他也舉例子啊 像是英國啊 以色列 他們手上也都是有疫苗 而且其實基本上他們打的速度非常快 到底會不會剩下呢 也很難說 那就算你不談歐美的國家 我們看看鄰近的香港啊 澳門 現在也是很努力的在打疫苗 打完之後會不會剩下呢 但是我們台灣現在就只有71萬劑的AZ疫苗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趕快的去搶疫苗呢 那如果台灣市場其實他不是沒有貨的 所以他提醒大家千萬不要被騙了 另外朱學恆他也提出了 他說有一些外商啊公司 他們在台灣都是有社友分公司的 所以他們就會問問啊台灣的員工 有沒有意願去打疫苗呢 那員工當然想要打疫苗來自保嘛 但是現在就說了全部被蔡政府硬是給擋下來了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買不到任何的疫苗 那縣市政府就想說那我們自己來買嘛 像是南投縣長林明珍 他就開了第一槍跟代理商上海復興聯繫上 那就會先搶買這個德國BNT輝瑞疫苗30萬劑 好 對此陳宗彥怎麼說呢 我們一起來聽 疫苗要進口我國 必須要有正式的代理廠商提出 疫苗產品的相關資訊 及藥證的申請 那其中要包括 疫苗廠的資格 疫苗相關品質的證明等 那確保疫苗安全性 有效性 合法性 那並經過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的核可 那時可由代理商來進行進口的作業 以防止疫苗進入我國施打時 產生不良的反應問題 來影響我們施打的意願 原來三個離島縣分別在全國防疫會議的時候 以金門縣為主有提出建議 由中央來做設置 那來穩也是一樣 請中央來做設置 而且 那 這兩天 那也明白的告訴大家 這個 這個防疫的措施在指揮中心成立的時候 是由指揮官來依照 防疫的措施來做指示辦理 那 離島縣市其實也都明白這個 這個規範 他也清楚這個必須要由中央來制定 來做規範 我們也在會中跟三個離島的縣 都清楚的告訴 我們也 指揮中心很清楚離島所處的這個位置 跟狀況 那也告訴他們這個會我們會加速來做研議 我們可以去去跟三個禮拜 跟三個禮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